中国和印尼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 两国共同利益广泛 发展潜力巨大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 中印尼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地区国家互利合作的典范 也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样板 疫情期间 中方率先向印尼提供抗疫援助 率先同印尼开展疫苗和新冠特效药的研发合作 迄今我们已经向印尼西亚提供了2.9亿剂的疫苗 是对印尼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 中方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 同印尼的区域综合经济走廊深度对接 两国贸易额去年同比增长了将近六成 双方还成功启动了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 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四轮驱动的双边合作新格局已经成行了 下一步 中方将会同印尼密切合作 要确保印尼建成区域疫苗生产中心 开展疫苗的全产业链的合作 我们共同来构建地区抗疫的防护盾 我们也要推动亚万高铁早日建成通车 为促进印尼的疫后发展 增进双方的互利合作来提供更大的加速度 今年印尼西亚将主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中方一定会积极地支持和提供协助 我们乐见围绕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这一峰会的主题 促进创新数字绿色卫生等领域的合作 来切实地维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推动二十国集团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 完善全球治理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